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罗迪安在扫踢和顶膝方面有非常不错的精准度和力量 哦 又一个 后手拳 前后手拳 哦 股腿顶膝 王山伟的后手拳 罗迪安的后腿的顶膝好凶啊 王山伟又喜欢这个习惯性的往下稍微压一点中心 嗯 第一刻说罗迪安我觉得优势大一些 王山伟的这个立体进攻打得很漂亮 很规范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王山伟的右手大腹左侧 在近距离的时候 王山伟的拳更快 速度更快 而且这个完整性更高 但是到了中距离和中远距离 这个罗迪安腿只要能发挥出来 他的扫踢和这个顶膝都非常具有危险 而且有点针对王山伟 王山伟的拳法呢 需要把重心往下压一点 这样的话 如果从下往上起膝的话 被迎击到还是很危险 转身后白 后腿的领袭又打进去了 这个面对这种吸法高手还是很恐怖 特别是如果你擅长拳法的话 对方的吸很好 他相当于多出一只手来 不停的给你出勾拳 往上连后手拳 跳吸 两个 扫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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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手 王山伟以为 哦 对方垫步的顶膝又打中了 王山伟现在有一点点把握不住这个节奏 哦 又一个 王山伟以为 这都要有一点点把握不住 刀手拳 其实是一颗帅 前击隙 前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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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没打进去 红断 换一个 正灯 前扫 后手拳 罗迪安 谢罗梅特 这个名字我们应该记住他打法 特别是他的下盘技术 在俄罗斯我们并不多见这样的选手 哦 非常的漂亮 王山伟在第二回合被迎击了不少 我们期待一下这个第三回合王山伟 能不能把这个阵脚拉回来 因为其实刚开场王山伟打得很好 但是一旦出现罗迪安的这个后腿的顶席和高位扫踢 我们看他的体能还是消耗的有一些 他能不能继续扛住这是一个问题 正道 后手 这其实王山伟有一点想等裁判 其实分开 但是裁判并没有做 先放手 然后转 这样的情况对王山伟来说就有点不利了 因为第一回合如果说两个人打平局 那么第二回合一定是罗迪安 谢罗梅特的 第三局 第扫 完全没打到 完全没打到 扫踢也接腿 还不错 后腿顶膝 上高阶顶膝 前走 继续 后腿的后手 打到了 交场打得过去 继续 继续 两个 这个在我们比赛规则里是不允许联系的 后手拳 前后手 继续 继续 罗迪安的体能保持的不错啊 虽然一直在大口的喘气 我们看他进攻并没有停止 反而王山伟的这个进攻下来了 打斧 没打到 前扫 这次罗迪安的这个西法 在武林峰的规则里 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是有这个违规的 因为双手孤颈在武林峰的规则里是不允许的 但是在本次来到俄罗斯 这个双手孤颈并没有被严格限制 反而接腿摔被严格限制 在我们的规则里呢 单手的瞬间拍席是可以的 总的 我们看这个接腿摔被限制的很严 这个我们武林峰走进各国啊 这个各国的这个裁判 和这个裁判团队的直裁尺度和侧重 都还是有区别 我相信这个体能应该是掉的比较快的 还十秒钟 和迪安的连续打击 哇 好 那这次罗迪安的连续打击 哇 这五个月 大卡 很大 这这样的冰箱 不敢扶回我 不敢扶回我 嗯 你 啊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